说自己丑人 今天咱们不说犯罪篇 给大家换换口味 听过评出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杨家将终军报国的故事 其中七郎八户血战金沙滩 杨五郎出家五台山 杨六郎圆门斩子 舌太军俭将 木龟银挂帅大破天门阵 等等这些杨家将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的故事 经久传送千年不衰 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 正是杨家将最壮烈的一战 故事究竟如何 且听我细细说来 来看这部《忠烈杨家将》 话说北宋年间太宗在位 独城东京汴梁 便是如今的河南开封 而咱们的故事 要从六郎杨延昭身上开始说起 杨六郎文武双全英俊潇洒 与八谢王玉妹柴郡主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但国仗潘人美却向太宗献策 摆下擂台为柴郡主比武招亲 意在让自己的儿子潘豹迎下擂台 迎娶柴郡主成为驸马爷 而潘人美素来对杨家不满 杨叶顾全大局 为防加深两家仇恨 便严令禁止杨六郎上擂台比武 但潘人美之子潘豹 擂台比武却暗器伤人 杨七郎心中不愤 闪身上擂台 但是没声响 只走了几个回合 潘豹就失足跌死 潘豹这一死 杨七郎闯下大祸 杨叶心中震怒 亲自执行家法 杨六郎杨七郎各仗己三十 打得劈开肉战 随后捆服二子向皇上赴经请罪 潘豹之死 潘人美对杨家仇身四海 状告杨叶纵此行凶 与女儿潘飞一同 恳求皇上将杨家满门抄斩 皇上还未定夺 却听传令官冲进殿内 一声急报 辽兵南下 京城以北三百里处 烽火台 狼年滚滚 闻听此言 太宗震怒 十年前杨叶曾大败辽军三十万 斩杀辽军主帅 如今竟敢再次难清 边关来报 辽国此次集结六万精兵进贩 主帅乃是辽国第一猛将 曾亲眼目睹父亲被杨叶所杀 对杨家恨之入骨 此次率大军压境来势汹汹 太宗当即下令 令杨叶领兵阻止辽兵计贩 但他话音刚落 潘人美却主动请应 愿为主帅 领军出征为国尽忠 太宗听后大喜 当即封潘人美为正统帅 杨叶为先锋 率领六万精兵出征抗敌 杨家家主杨叶身经百战 与辽京对阵数十次 伟长一败 三军之中更有金刀令功杨无敌的威名 但此时他已年过六十 体力大不容前 夫人舍赛华忧心忡忡 敌方耶律元 盟军潘人美 一个是敌人 一个是对头 他心中难安 出征前夜 杨家妻子为父亲擦拭铠甲 五郎杨颜德 四郎杨颜辉 三郎杨颜安 二郎杨颜定 大郎杨颜平 他们一个个心中不愤 潘人们根本不懂调兵遣将 若因潘暴之死 公报私仇 只怕他们父亲会凶多吉少 但此次对敌 杨颜却不带几人出征 兄弟七人全都憋着一股劲 燕门关外 金沙滩 宋辽双方十二万大军 摆下阵势 再次对峙 杨颜率领五千杨家军为先锋 一马当心 杀向辽军 掌中一口九环金锋 静送刀 大开大合 武的狐狐身微 所过之处 仁一样马翻 没有一和之将 辽军主帅耶律元 眼中含蒙一闪 一声令下 早已埋伏两侧的大军 杀入金沙滩 展开合围之势 盘人们一见有埋伏 当即丢下杨颜和杨家军 率领大军撤退 退守环州城 杨家军孤立无援 身陷敌阵 伤亡惨重 但就在此时 耶律元手下大将鬼风 背后偷袭 抖手一支毒箭射出 郑重杨颜后背 眼见杨家军翻手可灭 耶律元却鸣角收兵 没有赶尽杀绝 给杨叶留了一条生路 杨叶当即带领残兵 直奔两郎山 当天夜里 杨家签博府内 蛇赛花从梦中惊醒 预感大事不妙 立刻连夜上山 求见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神秘莫测 又洞察天机之能 但却不愿与他多说 只让书童赠他一张字条 蛇赛花看后大惊失色 痛心不已 回到府内 杨家妻子已经收到前线战报 得知父亲被困两郎山 孤立无援 蛇赛花将大郎严平 叫入房内 严平展开字条 两行大字印入眼帘 当之天命难违 妻子去 六子回 这正是鬼谷先生亲笔所写 严平看后心中明了 兄弟七人中 怕是有一人会死 当即担心跪地 向母亲承诺 他身为杨家长子 愿舍身救父 保六位弟弟平安回家 午夜时分 杨家妻子身披甲咒 准备妥当 蛇赛花望着一个个儿子 累撒当场 随后下令出发 杨家妻子带领两百人马 星夜赶奔两郎山 一路风尘扑扑 少有休息 等他们赶到金沙滩时 已是数天后 此时的金沙滩 血流成河 战况之惨烈 令人不寒而栗 穿过金沙滩 并且五仙辽兵拦住了去路 大郎严平使了一个眼色 并且三郎掉转马头 来到队尾 杨家妻子眼中杀气流转 毫无据意 大郎严平一马当心 直冲辽军 眼界距离越来越近 杨家军中突然抛出 上百只油囊 辽军纷纷抬头观望 却见杨家军 见识其发 射穿了油囊 三郎一只火箭抖手而出 瞬间引爆火油 这轮火攻 打着辽军措手不及 阵形大乱 杨家妻子在前开路 就像一把尖刀 冲破辽军的围堵 直奔两郎身而去 耶利元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不怒反笑 他是故意放杨家妻子过去 要让杨叶 严真正看着妻子 死在他面前 尝一尝 骨肉分离的痛苦 遗解他心头之恨 此时 环州城内 潘仁美接到圣旨 皇上命拿出兵 协助杨家妻子 解救杨叶 但他谢恩领旨之后 却按兵不动 是要置杨家于死地 为他儿子报仇 两郎山城中 残垣断壁 破败不堪 此生背靠两郎山 正面悬崖峭壁 只有一条小道 可以通行 杨叶和数百残兵 监守城内 粮草已尽 饥寒交迫 杨叶身上的毒箭 还未拔出 他想不通 耶利元 为何迟迟不来攻城 就在此时 杨家妻子带兵赶到 众人心中大喜 迎计城门 杨家妻子翻身下马 跪在杨叶面前 还未说话 却见杨叶一口黑血喷出 尸声说了一句 重计了 他这才想到 耶利元的用意 是故意用他 以杨家男儿前来 准备一网打尽 杨叶自知中毒已深 不愿拖累妻子 让他们速速离去 但七人 却要誓死保他周全 大郎带着二帝三帝四季 前去寻找两郎山的出路 六郎七郎 留下保护父亲 五郎精通医术 当即为杨叶拔出毒箭 刮骨驱毒 杨叶不愧一代名将 疼得撕心裂肺 却强行忍耐 一声未坑 七郎见父亲遭死大难 心中愧疚自责 他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要赶赴还中城 求潘人美出兵相救 等六郎追出去的时候 已经不见七郎的身影 就在这时 耶利元濒临城下 数十辆投石车齐发 一块块巨石砸进城内 杀伤力极大 城内杨家军慌忙躲避 但还是伤亡惨重 一座座防墓倒塌 五郎收取盾牌 将营业护在身下 大郎几人急速返回 得知七郎去找潘人美 大郎怒伤杨六郎 责怪他没有拦住七弟 数线辽兵涌入城内 杨家军拼死抵抗 未由一人偷降 大郎长枪在手 枪口上下翻飞 一击之力拖住上百辽兵 二郎双刀在手 刀法灵力 接连砍翻十几人 杀入马厩 三郎建树高超 居高零下 左右支援 百步穿扬 剑无须发 四郎掌中一把长刀 打开大河 无人能挡 向城门杀去 众人浴血厮杀 将杨叶护在中间 严禁辽兵越杀越多 众人全都身上带伤 二郎终于带着战马赶到 几人飞身上马 二郎又占起裹身 将父亲与他绑在一起 副官为他们争取时间 被辽兵所杀 杨家六字策马飞兵 杀出城门 严禁身后数百骑兵追来 三郎浑身一剑 射死辽兵战马 才挡住辽兵追击之赤 耶律元小看了杨家七子 本以为是瓮中捉鳖 手道擒来 却被几人救了杨叶 还突围出去 当即带领一百经济 追杀而去 大郎严平熟悉地形 带着众人翻山越岭 走小道穿沙漠 烈日当头 人困马乏 却不敢停留 傍晚时分 行至宿廟前 身受重伤的杨叶 支持不住 摔下马来 杨家六子 只好在宿廟停下休息 等到临明时分 再继续赶路 杨叶中毒一身 恍惚间 看到六个儿子 都身上带伤 顿时老泪纵横 当天夜里 杨七郎拼死突围 乔装成辽兵的模样 终于赶到了环州城外 他此番前来 抱着必死之心 恳求潘仁美出兵营救 潘宝石死 他愿一命抵一命 但潘仁美曾立誓 要让整个杨家 为他儿子陪葬 杨七郎身中一百零八剑 当场身死 午夜时分 昏迷中的杨叶突然惊醒 他梦到七郎 与他告别 他亮腔地走出苏武庙 眼前突然一片明亮 顶惊一看 惊使苏武牵着一只 全腿的老羊 走到一块石碑之下 碑上刻有三个大字 李灵碑 杨叶心中一惊 李灵乃是汉朝名将 李广之孙 奉命讨伐匈奴 却兵败投降 汉武帝一路之下 斩棄三足 彻底断绝了 他与汉朝的关系 李灵归顺匈奴 也为后来武将所不齿 只见苏武手指李灵碑 说了一句话 是守节还是求生 你自己掂量吧 杨叶心中悲痛 眼下前路凶险 后有追兵 他身受重伤 只会拖慢行程 只六个儿子于险境 如若被抓 定遭羞辱 若效仿李灵投降了果 尚对不起皇上恩德 下对不起妻儿老小 想到这里 正是应了苏武那句话 老杨不死 孝杨难活 杨叶最终投装李灵碑 以死明智 等杨家六子赶到之时 杨叶早已弃绝身亡 此时雷声阵阵 大雨倾盆 却冲不进 杨家六子眼中的泪 六人合力挖坑 打算将父亲埋葬于此 但杨柳郎望着父亲的脸 却怎么也不忍心 撒下手中内蓬土 一想到母亲的嘱托 杨柳郎当即表明心意 就算被辽兵追上 拼着一死 也要把父亲的尸首带回去 五人暗自点头 杨柳郎用战器裹身 将父亲保在身后 此时即将天明 耶利元的追兵 已追至五里外 六人不敢耽搁 悬了一条偏僻小路 策马扬鞭向着夜门关的方向而去 连奔了三百里 杨柳郎身下坐骑 终于拖着两人越跑越慢 行至陈家谷峡谷 耶利元的追兵 离他们已不足两里地 若如此下去 必定会被追上 情况愈加危急 大郎当即立断 命令五位弟弟先走 他再次拖住辽兵 争取时间 二郎却自愿留下 与大哥一起并肩作战 大郎叫鬼谷先生缩写字条 递在他手里 二郎一看 七子去六子回 瞬间明白 大哥是抱了必死的决心 要掩护他们回家 二郎双目冲血 眼圈泛红 寒泪与大哥诀别 陈家谷峡谷 大郎下马力枪 一夫当关 没遇见杀血流转 一炷香的功夫 耶利元率一百辽兵杀盗 大郎丝毫不惧 腾身入阵 掌中一杆驱颅浑金枪 如白射土杏 蛟龙出水 三十六十杨家枪法 施了一遍 连斩二十八人 但辽兵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数十人在此杀来 大郎接连负伤 手持父亲九环金枫定送刀 横扫辽兵 打得他们结结败退 刀下再添十八条亡魂 但长言道 双圈难敌四手 仍有力结实 大郎终于刮不敌重 身受重伤 难有再战之力 耶利元心狠手辣 一枪刺进大郎心口 将他挑在面前 就在此时 却听二郎医生怒吼 他竟去而复返 杀向耶利元 辽兵封涌而上 二郎左皮右侃 摔下马来 大郎看着二弟 被辽兵刺得浑身是血 含恨而死 耶利元带兵骂他尸体 二郎惨死 杨家七子已死三人 上午时分 杨家四子赶到一树烽火台 辽兵已追至身后五百米 五郎的战马 却在此时力竭倒地 四郎让三哥和六弟先走 自己掉转马头 回去接应五弟 眼见辽兵杀起腾腾 四郎五郎点燃干柴 以火势阻挡辽兵追击 为给三郎六郎拖延时间 二人拔刀出销 大开杀戒 直接两人联手不退反进 招式凶猛 一番血战 虽斩杀辽兵四十余人 却也是伤痕累累 难有再战之力 二人不愿死在辽兵手上 拼尽全力推着辽兵一起坠崖 摔落河中 不知生死 杨家七子 只剩三郎六郎 两人马不停蹄 行之一处炉尾荡 却见一只冷剑射出 三郎硬身坠马 再看坐起身上 插着一只毒箭 六郎定睛一看 父亲中的 就是这种箭 三郎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吩咐六郎先走 他要杀了此人 为父报仇 话音刚落 闪神进了卢尾荡 卢尾荡中不是旁人 正是耶利元手下神剑手 鬼风 三郎闻声便位 抖手一剑射出 擦着鬼风脸颊而过 二人都是百步踹崖的高手 卢尾遮身 谁也看不见谁 却见二人提速奔跑 闪神之间 弯弓对撤 剑声呼啸 片刻之间 已出手五六剑 生死 就在分毫之间 三郎不惜射身中剑 终将鬼风斩杀 他刚要起身离开 但一边抖身 耶利元一枪定死杨三郎 带着他的兵器 继续追赶杨六郎 杨六郎一路沿着烽火抬走 连奔数十里 终于赶到了夜门关外 但他还会喘口气 耶利元便追了上来 甩手一边将六郎打下马 六郎一剑就为大哥的兵器 悲痛不已 放好父亲的尸体 闪身上前 便与耶利元大打出手 耶利元乃辽国第一猛将 他身强力壮 出招文准狠 六郎情绪激动 加之连日赶路 体力不知 朝朝落于下风 被耶利元接连打翻在地 耶利元自食甚高 轻视杨六郎 不料却被六郎寻到机会近身 一个倒在葱摔得耶利元头晕目眩 六郎翻身而上 拳拳打在他脸上 父亲和几位哥哥的惨死 心中无边的愤怒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耶利元被打得气控流血 出气多 尽气少 眼见杨六郎带着杨叶要走 他挣扎起身 想要背后偷袭 却被杨六郎一个回马枪 穿了一个透心梁 当场生死 杨六郎终于完成五位大哥的嘱托 此时 蛇在花才明白 鬼谷先生那句 妻子去六次回 原来指的是只有第六子能回来 而辽军主帅耶利元这一死 辽国只能退兵 大郎二郎三郎七郎的士气被巡回 得以安葬 听过杨家将评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四郎五郎并没有死 四郎流落凡邦 改名穆逸 与铁金公主成为夫妻 十五年后 祝宋破辽 又是一段精彩的故事 而五郎受伤被救 在五台山出家为僧 后来出山 驻杨门女将木贵营 大破天门镇 又是一段传奇故事 这部电影对杨家将的故事 有很大改编 与评书中的描写 出入很大 但依然不失精彩 令人眼泪模糊 又热血沸腾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